MING PAO TORONTO 大師兄… 大师兄 大师兄 哎呀 怎样呀 我想告诉你 我醒了 嗯? 我终于令不到 如果要少林走廊生意好 是要靠包装 什么包装? 就是唱歌 唱歌抛宝典 大埔那棵许元树 年年都这么多人订 我们一样弄一棵 比它更漂亮 再加个8888元 何年版 许元树 新年套餐 有得吃 有得听 还有得担 那场一定炒得黄 就发达了 你说有没有想法? 不要想 你未做怎样知道? 不要做 你洗好你的厕所 不要常常想着发梦好吗? 做人如果没梦想 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你是个洗厕所 和一条咸鱼没有分别 不要常想着一招发达 我心中的火是不会熄的 吹就熄了 不熄了 熄了就摊回 摊回 摊回 够了 我有我的生活 你有你的摊火 新年周围都静粱了 你不要再烦着我了 你还嫌老板骂我不够吗? 我还要搵吃啊 大佬 不是啦 大师兄 试一次这么多啊 一次这么多啊 好不好啊? 试一下吧 当我怕了你 一次而已 大师兄 多谢你啊 但是 现在哪里找一棵许远树啊? 种都种不及了 许远树的东西是人做的 新年的人很想求好云 我们加一些新年装饰 就大把人都会相信的了 小南酒浪盛 是好盛 买你去个园 去个园 快点跑步点 拍五钟 你有点五钟 我都听 去园树好凉 真好凉 喂 这样啊 去园树是好近 是好近 顶中就走远 走好远 快点买你顶 买你顶 小心顶親人 咯 好 快点 咯 好 好 最好 你不在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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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要担得 你不在买了 谁不在买了 他本身也看得到 不過你的批評我是會跟進的 你隨便找一棵樹就叫做許願樹 你有沒有職業道德啊? 呃… 都是隨便許個願 就是拿個二頭而已 人許願你許願 你狗知道向誰許願嗎? 出來 聽人家怎麼說 相傳臨村的許願樹 就是臨村裡一棵大的榕樹 這棵榕樹就在村裡 那些人一般去拜天后廟的時候 都會拜一下這棵榕樹 在榕樹裡燒香 那中國人的傳統很奇怪的 什麼都拜的 樹頭拜、石頭拜 樣樣都拜 拜多不要拜樓 那很奇怪的 有一次有一個人 跟天后許願 跟上天許願之後 他就想了 究竟 神明有沒有 成就我許願呢? 他就在想這個問題 怎樣可以證明呢? 那他想到的方法就是怎樣呢? 他用石頭綁住自己的鞋 用條繩 就向一棵大榕樹拋上去 他就跟天說 如果我那棵鞋 可以掛在樹上的話 神就答應我了 從那時候開始 那些人就 如果是這樣可以問到神明 究竟有沒有答應我 用這個方法的話 不如我們都這樣做吧 那你又做 我又做 那後來那些人改了什麼呢? 就綁個水果 然後呢 就將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將一個白解 一個綠馬衣 和自己心願的東西 綁著一條繩子 用條紅繩綁著 就向樹上拋 那你做 我又做 個個都希望 得到神靈的答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越拋越多 那你的重量就越來越大 那結果 又做成什麼呢? 有一天呢 這棵樹就倒了 回去想想 如果這棵樹真的有神靈的話 為什麼會倒的? 它可以倒的話 即是連自己都保佑不到 那很奇怪 我們一直都希望 得到神靈的答覆 民間很多方法去問 可能它叫擲聖杯 羅馬的許願池 我們會拋銀的池 包括在黃大仙以前很流行的 就是什麼呢? 擲銀的歸池 那個銀在歸上 就是神明答應我許的願 人都是很希望這樣的 而臨村這棵樹倒了的話 因為製造了很多商機 那些人可以賣水果 賣衣紙那些東西 一直都做很多這樣的生意 但是這棵樹倒了 雙機沒有了的時候 它們怎樣呢? 它們當時就想 不如我們製造一棵樹 種種不切的 所以做了一棵塑膠的樹 也想如果我們拋 真的用橙去包住的話 橙的重量都挺重的 不如改成塑膠橙 塑膠橙就輕一些 後來就改成塑膠橙 和現在的現象 我們想回頭 如果向神明去問土的話 用到象徵式 這個象徵式的樹都不是真的 這些象徵式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可靠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人在生命裏面 都很想知道 是否神明有英文我們 都很想知道這件事 在基督信仰裏面 是很清楚的 神裏面說過 神接待他的 他就賜給我們拳柄 我們就成為神的兒女 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神的兒女的話 我們的討告 我們許的願 就好像子女和爸爸說一樣 聖經裏面還有一句說話 說得很好的 就是說 我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他就將一切都交給我們 在我們的願望裏面 如果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神就會將一切都談到給我們 我們有什麼願望是達不到的呢? 你想一下 如果你去選擇的話 你去許願恕許願 不知道神明是否答應你 或者神已經一早答應你 你成為神的兒女 你所許的願都能達成的 你會怎樣選擇呢? 我很清楚的 我就選擇耶穌基督